当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 事实证明 域内国家有意愿 有信心 有能力 妥处分歧 维护和平 促进发展 某些域外国家不断花样翻新 强化前沿军事存在 推进地区的军事化 不仅损害了沿岸国的安全利益 也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也奉劝有关方面 要认清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真正摒弃冷战思维 切实尊重各国的主权与安全 中国军队将采取坚决措施 坚定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坚定地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